因为资源风雨 很多人觉得吃不完的食物可以随意丢弃 这其实是在耗损自己的福报 或许是身边的资源来得太容易 我们往往浪费了还不自知 不管吃的用的 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浪费了许多 很多人对习夫的观念还不能够接受或了解 我们应该要知道自己生活在福报之中 不要浪费挥霍福报 否则有多少福报就用多少福 生活便没有安全的保障 可是这样的念头一起来的时候 折磨的是自己的身体 再回来之后再来拉肚子 再来吃养耳朵 再来吃益生菌 再来吃顾肠胃的 这样得不偿失 所以其实进到餐厅呢 其实我师父觉得也是一种修行 因为你要去克制自己的念头 没有吃到 当下想到吃什么吃什么 但是过了这个当下就不再去执着了 有吃有饭就好了 我们人肚子也就这么大而已 那我们其实就是少量 技术性的就要开始想对峙的方法 就像我们对烦恼也要对峙的方法 那师父的技巧 其实呢 以前也是 哇 每一样都要吃 吃到自己身体受不了 坐在那里 然后回来才要尝各种的恶果 现在慢慢的 每一样拿一口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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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至少每一样都可以吃到 而且 都可以知道说 原来它的菜的味道是长这样 知道就好 尝到就好 喜福 不要浪费 因为资源风雨的缘故 我们工作一天的所得 可以买到许多物资 如果觉得不好吃 或吃不完 就会随意地丢掉 却没有想过丢掉的这些东西 等于是浪费资源 同时也制造环境的污染 一天之中 如果制造的垃圾越少 我们的生活 就可以保持得越清净 如果任意浪费资源 对环境的破坏越多 这是相互循环的道理 十方新闻记者 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